或许枪支的议题在华人的社会里面很难懂 因为华人就是一群被奴役惯了的一群人 一个不知道什么是自由的一群人 一群永远都希望地上的网来掌控自己的一群人 我们就用一个华人比较懂的例子来讲 政府并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经济烂到一个不行 惨到一个不行 民怨四起 但是当权者完全不在乎 意思就是他们认为我们的声音是不值得被听见的 我们不应该抱怨 他们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对不对 为了全球 为了全人类 我们不该对他们的做法有任何的质疑 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也报过好多次 很多政治人物跟左派媒体认为 高昂的油价并不是一件坏事 而是一个可以全面改为电动车的机会 你现在的痛苦是值得的 你活得很惨是应该的 因为未来的大方向是好的 我们2020年的时候 各个大城市被烧威胁打砸抢甚至死人 但是未来的方向是好的 是为了种族平等 你的安全不重要 你的生计不重要 你不应该也没有资格抱怨 因为这一切是为了社会争议 必要的牺牲 那么现在油价议题更是升级了 高昂的油价不只是为了拯救地球 我们要以为美国的油价的费货 和军兵的烧热钢 也要成为欧洲一肉质 我不相信 看 我明白 我听明白了 我对攻击理想法 我明白 但简直的真实是 油价的货货 几百元 是的 我不覺得我應該要為烏克蘭做任何事情 Why should I? 不過油價跟烏克蘭根本說穿就是兩回事 但是就算有關聯 拜登在這邊問幫助烏克蘭跟可以生活的油價相比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我不知道各位 我會希望油價穩定 不只是美國人全世界的人都會希望油價穩定 我寧願讓烏克蘭自己保護自己 然後油價不被攻擊 因為保護烏克蘭是烏克蘭人的責任 他們要的話可以跟我們美國買武器 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但是烏克蘭就有400億加200億的白癡的午餐 而且現在還會有更多 我看得很不順眼 但是這個叫做自私嗎? 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這個叫做愛國 因為我把美國的家庭擺在烏克蘭的家庭前面 現在美國家庭正在被油價摧毀 但是拜登很有錢 他根本沒有付過錢加油 所以他不懂為什麼民眾這麼在乎油價 他甚至認為美國的家庭 非常希望為了跟普丁比個宗旨 沒有奶粉 也沒有錢餵小孩 而且他說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兩全其美的事情 因為目的就是要徹底的消除石油需求 目的就是要在未來沒有人可以開車 我們現在已經在市場公共通電車和路線 我們在市場公共通電車和路線 都會在公共通電車上 對阿 你應該要為了綠能努力而不開車阿 對地球這麼好的事情 何惡而不為呢? 對不對? 對你有什麼傷害? 你有什麼好處? 其實你沒有過得那麼痛苦阿 你們只是反應太誇張而已 不是我說的 你自己聽聽看 《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的Michelle Singletary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其實你在這邊無痛身癮阿 你猜看現在是38%的美國人說 他們會想像ヽ ノ 一半的歧視 比我們還要到16%的 額外的在進行 我看那聽說 比認為一半的就知道 一半的美國人 是那麼強烈的 Întek 他們要得用 費錢 財面 食物 每天的食物 財物 他們太想像 那個人會想像 那一半的歧視 我們現在是嗎? 你知道 我只是會說這個 你看 如果我給他了 我不關 八方 我都在不介意 there are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americans where it is uncomfortable that they're spending more but they are not going to go under you know you you got to stop complaining when there's so many people who literally the inflation rate means they may only have two meals instead of three there are americans who did extremely well in the last two years in the market you still have your job and yeah it's costing you more for gas but guess what you're still going to take that holiday that fourth of july vacation you could still eat out so i'm going to need you to calm down and back off because it feeds into this fear and then this fear feeds into people making decisions that creates the very thing that they're fearful of and if you're in that category calm down stop looking at your portfolio and you know what you can do with all that energy help other people help put some food on the table somebody else's house because you have extra now the other half of america anything that we can do to help them to get to the job that they need to keep the put that food on the table those are the folks that we need to concentrate on and if they are responding to the survey saying that they're afraid i get that but overall many americans are not suffering as much as they think they are 对所以冷静點 OK別鬧你過得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慘他在這邊不只是說那些百萬富翁跟千萬富翁喔他說這個 國家的一半的人都在大驚小怪基本上我們沒什麼問題啊對不對別吵了 你啊呃呃说你不是受害者的情況很少在左派出現你過的沒有你想象中的那麼慘各位可以想想看上一次左派說這句话 我可以指出非常多的議題可以用這句話來評論 也就是說人過得怎麼樣是他們說的算 他們覺得誰是受害者才是受害者 其他的人不要講話不要吵不要大驚小怪 LeBron James他過得好慘 他被打壓全美國都在歧視他 Colin Cabernet每年千萬的合約 但是他活得好慘跟奴役一樣 歐巴馬當美國總統被歧視的好慘 在美國的墨西哥人好慘他們被種族歧視 女人好慘同性戀好慘變性人好慘 但是很多家庭你們只是少吃一頓飯而已啊 你只是沒有錢加油去上班而已啊 你們只是找不到工作而已啊 不要在這邊無痛呻吟了好不好 那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呢 為什麼他們會認為你的痛苦不是痛苦 那些人的痛苦才是痛苦呢 除了因為他們活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 認為全世界都應該要聽從 而且服從自己的專家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多元交織受害者心態 導致他們一定要把所有的人階級化 才可以有共同的敵人 他們用種族性相性取向性別宗教分裂人 他們可以在乎或者是絕大多數的 假裝在乎某個群體 但是他們要非常小心 因為很有可能他們就會不小心的在乎到 那些左派不該在乎的人 例如像說白人或者是男人或是基督徒 第三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左派對於人類的尊榮 人的神聖性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任何真心的任何真正的同情心跟同理心 都需要把人看成是尊榮的 而且是神聖的 但是對於左派來講 人類是一文不值的 就連生命的存在都只是個偶然發生的 所以一切都沒有對錯 都只是個人觀點 都只是條件反射 也就是說 所有的法律跟定義跟事實 都不是真的 都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他們剩下的就是 只為了要證明自己是好人 來聚集民眾 來打壓他們的政敵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可以在和平 而且沒有紛爭的時代 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紛爭跟戰爭 而且說這一切都是為了人類好 但是當事情真正發生了 當人真的受傷害了 當嬰兒真的沒有奶粉喝了 當普通家庭真的沒錢加油了 他們就會說 閉上你的嘴好嗎 你們過的其實沒有那麼差 不要大驚小怪在那邊靠腰了好不好 你們現在經歷的痛苦 都是為了更好的未來的代價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希望我們一點保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甚至想要禁止槍支還有防彈衣 因為他們口中的更好的未來 並不包括我們 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 保守派還是自由派 他們就是聖經裡面那個人類的王而已 我們就只是奴隸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神當初會建議以色列不要有王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有能力保護自己 很多人說我是不是在逼著保守派還有基督徒買槍 然後說我在提倡暴力 其實不是的槍支只是保護你的工具 保護自己的工具 如果你可以保護自己 如果說你家有個壞人拿著槍出現的 你可以跟柯南一樣地上一顆足球 啪一腳把它踢昏 或是你是螳螂拳第三十二代傳人之類的 那麼你非常有可能就不需要買槍 但是我沒有這麼厲害 我不是柯南 也不是螳螂拳第三十二代傳人 我只是要用我最能保護我自己跟自己家人的方式 來保護我愛的值得我守護的那些人 就跟你不會逼所有的人去學螳螂拳一樣 我也沒有再逼任何人買槍 因為你可能是跟柯南一樣厲害的偵探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 夏天是不是太無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 和家歡樂又有意義的活動一起做呢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請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參加聖夏園遊會 在7月10號上午11點到下午4點 今年的主題是種夏之夢 想要幫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們的夢想 更重要的是他們造物組創造他們時候的方向 讓人活得可以更有意義 更有目標 更豐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歡迎所有AI News的觀眾吸加帶卷來參加 有豐盛的食物飲料 還有大人小孩都愛玩的各式各樣的活動 包括現場樂團演奏還有抽獎活動 我在這裡真的是說不完 因為我當天也會在 因為那就是我的教會 地址是140 West Lime Avenue Morovia California 91016 詳細情形歡迎到Impact的網站 www.loveimpact.net 來了解更多 我們下次再見到 出發 來自從未來的 屬於可以看見 的 紅毛